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路不明的老东西很可能带有杂乱的气场 不建议放在家中 倘若你能肯定那是你自己家族流传下来的物品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兴许还能给你保护的作用 二 破碗 破碑 破盆 若家里有破掉或缺角的锅碗瓢盆 建议在新一年一并换新 新年新气象使用有裂纹缺口的物品 除了有割伤的风险 也会影响财运而破财 三 不透光的厚重窗帘 暗淡的室内光线 亦使人疲劳提不起劲 也难以聚财 阳光就是能量 就是财气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让阳光照到室内 厚重的窗帘会把财气挡在门外 把晦气藏在屋中 四 长刺或枯黄的植物 家里要摆点绿色植物会比较有生气 也可以顺便吸附甲烷等有机溶剂 但必须注意植物的健康度 与摆放的种类与位置 枯黄的植物在家中会有衰败之向 另外很多人也喜欢摆放好照顾 但有刺的仙人掌 这会是个极大的误区 在风水理论中 种点绿色植物确实没有错 但摆放有刺的植物或仙人掌 就必须是有目的性 针对性的去除某些不好的运势才使用 年底大扫除 即日即时 若去年是运气好的朋友 应该从门口扫入屋内留住旺期 若然去年运气不理想 由屋里面扫往屋外 再以柚子叶包水 抹抹家中每个角落去除晦气 除了清除杂物 同时亦可扔掉一些传统上 认为是藏晦气或不吉利物品 如门店 旧鞋 药物等 领新一年 气运更佳 健康更佳 桃花受阻的卧室摆设 一 卧室里的鞋太多 房间里摆放太多的鞋子 会让自己的恋爱运势 节外生枝 并遇到很多分歧 有对象的人可能会常吵架 单身的人很有可能 爱情刚萌芽就转变成桃花节 最后无疾而终 孤身一人哦 如果有很多鞋建议用鞋柜鞋盒收好 摆放整齐不外露就可以化解 二 卧室门正对床 对风水而言 开门建床就是一大机会 这样会让人睡不安稳 常做梦或失眠 长时间下来影响整个人的精神 桃花也会被吓跑 想脱单就更不容易了 如果床的位置无法移动 建议在卧室门上加装一个不透光 长度过息的门帘 遮挡 可以为你化解 三 卧床背后无靠 女生卧室的床如果没有靠墙壁 就等于没有依靠 容易让住这间房的女生嫁不出去 除了睡觉时没有安全感之外 也很难找到一个可靠 有肩膀的对象 建议床头一定要靠墙 不然就要加装床头板 遮挡 四 旧情人物件不丢 有的人念旧喜欢留下有纪念的对象 但是旧情人的对象就是留不得 毕竟每天独无私人 你根本不会有心思去寻找新的桃花 就算有新的桃花 也不免被你拿来跟旧情人比较一番 建议扔掉旧物 让自己重新开始 自然会增进自己的桃花运势 招来新年桃花的摆设 一 保持整洁 樱桃花 如果桌上书桌 梳妆台 地上堆满一堆杂物 哪还有空间装桃花 要老公公看到这杂乱不堪的房间 也会吓得退地三社 又怎么帮你牵红线呢 一间闺房干净整洁 也体现了你个人的气质 千万要表里如一才好 二 粉金点缀 旺桃花 招桃花可以在床头摆放粉色水晶 粉水晶是爱情之时 能增加爱情运 使爱情更甜蜜浪漫 帮助提升人员 对于常与人接触的服务业 助提升人际关系 另外对抚平感情创伤 也有极大的帮助 招贵人可以摆放紫色水晶 天然的紫水晶 拥有平静安稳的力量 有助改善人际关系 广结人员 在友情亲情同事之间 可以增进感情 增加包容度 能力平衡人际关系 协调纠纷 三 成双成对 好兆头 许多人喜欢在房里 挂上偶像的海报 如果有在房间里挂 单人画像的照片海报 都请取下 另外房间里的摆设 比如柜子 台灯 音箱 枕头 床头柜 都尽量要成双成对 并且定时清洁房间 丢掉过于破旧的东西 这样一来就能帮你 找桃花姻缘 四 温暖卧房 生气旺 卧房光线太暗 会让环境阴暗 潮湿 人的内心也会跟着 变得阴郁沉重 所以卧室的窗帘 不宜太厚重 事实让阳光透进房间 带来一次 温暖希望的感觉 窗帘容易生灰尘 记得要定时清洁 卧室的强色 可以选择红 橘 黄色系 暖色系 可以营造一种 亲密 舒适的环境 并且增添人的情感与活力 五 真花带来真情意 在床头柜或梳妆台上 摆放双树粉百合 或者红色系的五次玫瑰 都能帮助桃花运大增 而假花 塑料花 干燥花 永生花 缺少生命力 不适合拿来当 开运花会使用 反而会招来烂桃花 让你避之无恐不及 如果房内有些人长 也请清除哦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